好 諾富特飯店的員工 已經有六個人染疫了 而華航的部分更多 有二十九個人 這下子怎麼辦呢 華航的清零計畫 今天上路了 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宣布 針對華航全部的機組員 加強檢疫的天數 但您看呢 過去他們只要三天的居家檢疫 這也被批評說 是不是就是一個大破口 那麼現在呢 要改為是五天的居家檢疫 然後呢 接下來就有九天的加強 自主健康管理 同時呢可以看到 他們的這個檢測呢 就是採檢的部分也變多了 那麼包括剛開始 第五天的咽喉跟這個鼻咽的採檢 接下來有三次的喉嚨的 一個唾液的採檢 接下來到了第五次 第四四天的時候 還有一次的鼻咽跟咽喉的採檢 那麼這些呢 都是要來加強措施 而同時也要強化外站的管理 不過陳時中也坦言 清零方案 多少一定會影響到華航的營運 但即使如此 還是必須兼顧到安全跟飛行 華航是發出聲明說 短時間之內 台灣進出口 這個他們的運能呢 難免就會整個縮減 會影響到貨物的運送時間 但是會積極調整 客運跟這個航運的班次 來做因應 至於華航機組員的感染源 到底是來自哪裡呢 初步認為還是來自國外 未來會等基因定序全數出爐之後 再進一步釐清 在各國穿梭 幾乎以旅館為家 航空機組員 面對全球疫情 如同走鋼索斑 戰戰兢兢 但就算再難 也要阻絕病毒 指揮中心下令 針對華航進行清零計畫 那我們就要求要有五天的居家檢疫 居家檢疫當然是一人一戶 然後加上九天的加強自主健康管理 在自主健康管理的期間 是可以派飛的 但是派飛回來又要進入新的一個循環 居家檢疫時間拉長 採檢次數變多 是清零計畫的核心 按照長程和短程來分 長程航班只要有入境第三地的機組員 回國之後都要五天居家檢疫 第五天要鼻咽喉採檢 接著進行九天的加強自主健康管理 並且分別在第七天 第九天 第十二天做生喉唾液採檢 第十四天再採檢一次鼻咽喉 短程航班也就是當天往返 不入境他國的機組員 回國後要採十四天自主健康管理 並且在第七天採生喉唾液 第十四天採鼻咽喉採檢 他風險是來自於在外站的時候 不管是人的接觸或場地的接觸 然後修訂他們整個的流程 跟他的檢查表 相關的理社 如果發生有確診的報告的時候 第一個應變的計畫 目前計畫只針對華航 但是會請民航局協助其他航空公司加強外站管理 只是對機組員來說 如果能盡快找到感染源 或許才能明確地指出管理需要加強的癥結點 畢竟面對病毒 誰都不想染疫 誰都想平安健康地回家 華爾西文蕾雅林志淳 台北報導 沒做到